好 我们一起越来越酷 接下来呢 前车现场跟的内容 我们把时间交给韩宇 大早安 国际焦点聚焦 四年一队的世界杯足球 在卡达正式登场 不只重兵聘请 舞者表演 一开场更请来 好莱坞隐心摩根费里曼 作为开场嘉宾 一段与伸张人士的引言 为世界杯揭开序幕 带出世界各国呢 因为足球聚集在一起的意义 后续各国代表 接续入场 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 它以超大头巾的造型呢 在场馆中飘逸现身 而这一届开幕呢 还以历届的世界杯主题曲 唤起世界杯球迷的过往回应 接着官方还找来了 BTS的成员 来演唱官方的主题曲 立刻将气氛炒到最高点 最后由卡达歌手库拜希呢 接替完成表演 当然世界级的盛会上 也少不了盛大的烟火秀 与卡达的豪尔的巴伊特体育场 在开幕会上释放灿烂烟火 让场内场外的球迷是金声尖叫 整个城市瞬间疯狂 这场烟火秀表演 搭配无人机演出排列出 欢迎到卡达的字样 众所瞩目的世界杯开幕战呢 当然是世界上的焦点 所有人都在期待 作为东道主的卡达 可以延续地主国不败的传说 但是呢 厄瓜多他以2比0打败了卡达 顺利晋级 那么这也代表呢 卡达这一书是彻底打破了 世界杯92年来 首支输掉开幕战的球队 那这一次的世界杯呢 是阿拉伯首次举办的全球赛事 不过呢 因为信仰的问题 场内场外也发生了一些争议 包括了女性不可以穿梭太过曝露 喝酒呢 也得到球迷限制区的区域范围内 画面中这个区域呢 也就是无法进场观看的球迷 他们唯一可以看到赛事的地方 因此呢 这一块区域是瞬间涌入了上千万人 导致警民发生冲突 大家又推又挤 还有人画面中可以看到 他们还跨过了闸篮 基本上呢 警察根本就无能为力 花上好几个小时 才稍微呢 疏散了这些人潮 不过呢 幸好是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 那么其实为了盛大迎接世界杯呢 卡达他们可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耗资呢 将近2300亿美金打造的最贵体育场 包括了球场啊 地铁饭店的现在呢 但是却因为住宿的问题 登上了国际的版面 根据比利时的媒体报道呢 当地的球迷 今年出国的人数 比起四年前是少了至少1000人 原因呢 其实就因为住宿实在是太贵了 部分的放电呢 一个晚上就得花上台币3.2万 所以呢 不少比利时的球迷都选在国内 就看电视来观看这一次的赛事 那目前呢 卡达的住宿价格呢 确实是飙升 因为卡达全国呢 只有3万客房 但是呢 它却要提供给150万的球迷住 根本就是供不应求的 甚至他们还搭起画面中这个货柜舱 不过呢 却惹来一阵骂声 因为连货柜屋呢 一个晚上都要价台币7000块 画面中这个干净呢 整齐的货柜舱 它其实是外媒呢 去采访官方释出的画面 可以看到呢 环境其实是还行啊 有灯光还有床铺 但是呢 推特上面呢 有不少球迷发出自己住的货柜舱 地点是位于卡达首都杜哈的北方 但其实跟刚刚的画面是天壤之别 连门都是用帆船部来替代的 非常简陋 连枕头啊 棉被都没有 所以很多球迷就在推特上面抱怨 当地气温这么热 到了40度 却没有冷气 连洗澡水都是褐色的 这样的环境 跟官方广告里的货柜屋 根本不同 今年的世界杯可说是争议不断 国际足球统会宣布 几万64场比赛的八个体育馆 将不会出售酒精饮料 只有在球场内的特定区域 和远离球场 而且获得许可的35家餐厅跟酒吧 可以贩售酒精饮料 消息一出 让砸下23.5亿台币的赞助生 十分错愕 市主赛域 只有120万名的旅客有进卡达 除了禁酒令之外 官方提供住宿的球迷村 根本还未完工 不仅屋外堆满了废弃的网力 以及机械 有如工地一般 屋内也远远不如球迷的期待 原先说好的球场 电影院等设施 更是完全的消失 一个晚上还要185英镑 大约6800元台币 尽管负面新闻不断 但为了这一次世界杯 卡达可是好少了 2200亿美元 大约7兆台币大新图幕 是过往七届总和的五倍 这些花费也都反映到票价上 与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相比 这一次的平均票价贵了40% 决赛的门票价格 更是高达了684英镑 大约25000元台币 比4年前贵了59% 堪称是近20年来最贵的一届 记者送口不倒 哇 这真的很恐怖 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 这间夜店 发生了恐怖的枪击案 结果目前已知造成五人死亡 而且有18人都不幸受伤了 而警方在通报之后 赶往了现场 目前已经拘留一位的险份 之后呢 在案的人因为受伤 正在接受治疗 根据这家夜店所登记的资料 是一个同志的酒吧 案发之后呢 夜店在官方领数上头 表示对于同性恋族群 遭遭攻击 感到大为战惊 还好有英勇的客人 顺手反应制服枪手 我们目前 之前在真正的发动机 还在调查厘清当中